高雄汽车旅馆惊传枪响 高雄警方接获桃源地检署通知 有三名诈欺毒品通缉犯 投诉汽车旅馆 远景趁着三个人退房前上前盘查 没有想到遭到开车冲撞 远景先用警车抵住了车辆 接着朝隐形盖还有四个车轮 连开三水枪 不过这三个人依旧是顽强抵抗 不肯下车 直到最后警方破窗 才把人拉下来 西方 西方 狂踩油门不管怎么呵斥 不下车就是不下车 眼见对方把油门吹到底 警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下车 对着引擎盖和轮胎连开好几枪 没想到一伙三人顽强抵抗 下车 这时警方冲上前警棍大力一敲 车窗打破这才放弃 三人全被拉下车乖乖束手就擒 宁愿开车冲撞警方也要逃出去 就是因为三人疑似通缉在身 桃园警方的线报有可疑的毒品 还有诈气通缉犯在汽车旅馆 当时高雄警方到汽车旅馆 具体三名可疑诈气毒品通缉犯 等他们一退房立刻上前盘查 没想到对方开车冲撞 警方当机立断 先用警车抵住车辆 再朝引擎盖和四轮连开三十二枪 三人不肯下车继续冲撞 直到最后警方打破车窗 把人拉下来这才就范 目前是查过一名毒品通缉犯 除了驾驶拉下车时 手臂被玻璃割伤 情人等皆无受伤 警方还在车上搜出毒品 这下不止被一毒品送半 拒检冲撞吃上妨害公物 最佳一等 记者肖志远高雄采访报道